现在你知道你做的饭是什么味道了 现在你知道你跟我结婚之后 给我带来什么了 只有难吃的食物 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说完就走了 留下玛丽亚姆在那吐出石块 雪 还有两个被咬碎的就吃的碎块 第二部 第十六章 喀布尔 1987年春天 九岁的莱拉和往常一样 从床上爬起来 渴望见到他的朋友塔里克 然而他知道 今天早上将看不到塔里克 塔里克跟他说过 他的父母将要带他去南方 到加兹尼去看望他的叔叔 当时莱拉问 你要去多久呢 十三天 十三天这么久啊 不算很久了 你撇什么嘴呀 莱拉 我没有啊 你不会哭起来吧 我才不会哭呢 不会为你哭 再过一千年也不会 他踢了他的小腿 不是踢了假的那条 他踢的是真的那条 他淘气地打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十三天 将近两个星期 时间才过去五天 莱拉就已经学到 有关时间的一条重要原理 时间就像塔里克的父亲 有时候用来给古老的普什图 歌谣伴奏的首风琴 能够拉伸和收缩 取决于塔里克再不在他身边 楼下 他的父母正在吵架 又在吵 莱拉知道他们吵架的模式 妈妈盛起凌人 不依不饶 走来走去 不断咆哮 爸爸一直坐着 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 乖乖地点点头 等待这阵风暴过去 莱拉关上门 换上衣服 但她还是能听到 他们的声音 她还能听到 她的声音 终于 一扇门砰地关上 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 妈妈的床直嘎 直嘎响 看来 爸爸今天又逃过了一劫 莱拉 这时她大声喊 我上班要迟到了 一分钟 莱拉穿上鞋 对着镜子 匆匆输了输 她那头期间的金色拳发 妈妈总是说 莱拉的头发颜色 包括睫毛弯弯 眼珠碧绿的双眸 带着两个酒窝的脸颊 高高的拳骨 外家妈妈也有得 翘翘的下唇 像极了她的曾祖母 也就是妈妈的祖母 她是一个美女 风华绝代 妈妈说 整个峡谷的人都在谈论 她有多么清成清国 我们家族已经有两代的女人 没有她的风姿了 但是你绝对遗传了 她的美丽 莱拉 妈妈所说的峡谷 就是潘杰西尔大峡谷 那个地方在喀布尔东北 一百公里 住的都是些说 法尔西语的塔基克人 妈妈和爸爸是表兄妹 他们都在潘杰西尔峡谷 出生成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爸爸被喀布尔大学录取 新婚不久的他们满怀希望 对未来充满信心 搬到了喀布尔 莱拉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 希望妈妈别从她的房间出来 挑起新一轮马站 她发现爸爸跪在沙门旁边 你见过这个吗 莱拉 沙门上的裂缝 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 莱拉在她身旁蹲下去 没有啊 肯定是刚裂开的 我跟法利巴也是这么说的 她看上去畏首畏尾的 每当妈妈拿她出去之后 她总是这副模样 她说这道裂缝 一直让蜜蜂飞进来 莱拉偏袒她 爸爸是个矮小的男人 肩膀很窄 双手又嫩又细长 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 夜里 每当莱拉走进爸爸的房间 总能看到她的脸庞向下的轮廓 埋在一本书中 眼镜架在她的鼻尖上 有时候她甚至没有发现 莱拉走进了房间 她若发现了 便会给看到的那一页书 桌上记号 嘴唇紧闭 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 爸爸能够背诵 卢米和哈菲兹的多数诗篇 他能详细地说起 阿富汗抗击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战争 他能分辨中主石和石损的差别 能告诉人们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是喀布尔和加兹尼之间距离的150万倍 但如果莱拉需要打开一个盖得很紧的糖果罐 他便只能去找妈妈了 这让他觉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样 爸爸连日常的工具都不会用 他从来不会给枝嘎响的房门脚链上润滑油 他修补的天花板照样漏水 霉菌在橱柜里疯狂地生长 妈妈说在艾哈迈德和努尔 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 艾哈迈德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你有一本书 想尽快知道它的内容 他说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对了 尽管他这么说 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 在艾哈迈德和努尔 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 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 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 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了 这时他说露出细血的微笑 第五天 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嘛 我都没有数 来拉怂怂肩撒了黄 他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 妈妈根本就不知道他立刻已经走了 好吧 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 爸爸说 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 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 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 一有机会 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 我们该走了 他提高嗓门 回过头说我们要走了 法利巴 我送莱拉去上学 你别忘了去借他回家 外面 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 这时他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 就停在斜降拉西德和他那个身居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 那是一辆奔驰 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 蓝色的 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箱分成两边 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 他说 跟我们没关系 爸爸说 快爬上去 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 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 威胁着他说 这就是你的本事了 对吗 表哥 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 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 你也不管 当时我哀求你 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 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 莱拉坐在后面 双手抱着他的腰 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 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 很瘦 头发灰白 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 胸前的口袋 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 他唯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 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 骑过剩下的路程 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 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 并说抱稳了 莱拉 慢一点 慢一点 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 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 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 也是由于他父母的争吵 所以当老师叫他说出 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 莱拉一时回不过身来 老师的名字叫善沙伊 但学生背地里都叫他画家阿姨 形容他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 先是手掌 接着是手背 来回地甩 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 画家阿姨尖嘴猴腮 眉毛很浓 上课的第一天 他骄傲地告诉学生 说她是霍斯特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 她站立的姿势很逼挺 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砸成一个发际 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 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棕毛 画家阿姨不化妆 也不配戴珠宝首饰 她从不戴头巾 也禁止女生这么做 她说 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 都是平等的 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 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 除了阿富汗之外 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她对她的工人很好 她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 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 而且友好 美国就不同了 那有很多罪案 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 她还说 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 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 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 在1979年来到这儿 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 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 希望我们的祖国 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 孩子们 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 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 不管他是什么人 你们都必须举报他 这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必须听清楚了 然后去告发 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 书白或者姨妈 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 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 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 要记得 我将会以你们为荣 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 挂着一幅苏联地图 一幅阿富汗地图 还有一个相框 照片中人士 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 爸爸说 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 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 还有一些别的照片 在多数照片中 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 种植苹果树苗 盖房子 总是友好的微笑着 喂 这是画家阿姨说 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 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 革命姑娘 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 四月暴乱那晚出生的 只不过 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 使用暴乱的这个词 画家阿姨会很生气 她坚决认为 那件事是一场革命 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 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 在她看来 阿富汗各个省份 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 她说 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 制造了一些麻烦 那些所谓战争 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 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 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 苏联正在走向溃败 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 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 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独次防空导弹 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 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 埃及人 巴基斯坦人 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 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 哈瓦那 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 尊敬的老师 他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 妈妈本应来接她 却没有出现 结果 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希娜 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 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垫 她总是愁眉苦脸 走路的时候 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 像是抱着一个盾牌 哈希娜十二岁 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 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 留了两次四年级 哈希娜虽然并不聪明 却非常淘气 还有一个集体所说的 像缝纫机师的嘴巴 正是哈希娜给老师起了 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 哈希娜不停地说 她有个好主意 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 却前来求爱的人 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 肯定能发挥作用 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 我还小 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 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了 好吧 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是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 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扒摸去 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 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 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 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 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 该怎么做两位小姐说吧 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贯 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 来向你提亲的夜晚 但是时机 两位小姐 时机最重要 你必须等到给她上茶的时候 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她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 莱拉说 那她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 她不需要这个建议 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 这么快就把她许配几人 爸爸在塞罗上班 那是喀布尔一家 规模庞大的面包厂 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 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 烤炉古风 磨面粉 但尽管如此 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 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 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 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 距离苏联入侵 还有一年六个月 从莱拉小时候起 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 除了她的安全之外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 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 并且记住这个道理 她说 婚姻可以等待 教育却不行 你是一个非常 非常聪明的女孩 真的是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 莱拉 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还知道 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 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她的男人一样需要你 甚至比需要她的男人更加需要你 因为 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 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莱拉 没有可能 但是 莱拉没有跟哈希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 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 没有说她为她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 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 要以她为榜样 去接受高等教育 过去两年来 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 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 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 不过她没有跟哈希娜提起这些话 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 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 有一次 难得正经的哈希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 对象是她的表哥 比她大二十岁 在拉赫尔开一家汽车商店 我见过她两次 哈希娜当时说 每次吃饭她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 两位姑娘 哈希娜说 你们记住啊 当然 除非说到这儿 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 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 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 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 如果有人说她理科坏话 那么不管她是何方神圣 莱拉都会顶嘴的 但她知道 哈希娜没有恶意 哈希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 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 而且除了她自己 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 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 吉提成肯定说 全然听不出哈希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 对她理科有意思哦 我知道了 哈哈 但她已经明曹有主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说呢 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他们和莱拉道别 拐入他们自己的街道 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 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 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 就在拉希德和玛利亚姆家外面 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 站在引擎盖旁边 拄着拐杖 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 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 喂 黄毛丫头 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 迎接她的是一根手枪的枪管 第十七章 手枪是红色的 扳机护环是纤绿色的 手枪后面 紧贴着卡迪姆的猙獰笑脸 卡迪姆和塔里克一样 都是十一岁 她很粗壮 个子很高 下巴向前突出得很厉害 她的父亲是德马赞区土夫 卡迪姆臭名远扬 经常拿小牛的内脏 去扔过往的行人 有时候 如果塔里克不在莱拉身边 卡迪姆会把莱拉堵在 学校操场的墙底凹陷处 眼光淫荡地看着她 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 有一次 她拍拍她的肩膀说 你真美呀 黄毛丫头 我想娶你 这时她摇晃着手中的枪 别担心 她说 我不会打你的了 不会打在你的头发上 别这样 我警告你 你打算怎么做呀 她说 找你那个残废来对付我 啊 亲爱的塔里克 啊 你为什么不回家 来帮我对付这个淘气鬼呀 莱拉开始向后退 但卡迪姆已经扣动了扳机 细小的温热水流 一次又一次地射在莱拉的头发上 莱拉抬手护住脸庞 手上也沾满了水 其他几个男孩 从藏身之处走出来 纷纷起哄 哈哈大笑 一句从街上听来的粗口涌到了莱拉嘴边 她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波士十分清楚她怎么就成骂人的话了 但她急怒攻心 那几个字脱口而出 你骂吃鸡吧 至少她的男人不像你的男人那么蠢呀 卡迪姆不动声色地反击说 至少我爸不是胆小鬼 顺便说一句 你干嘛不闻闻你的手呢 其他几个男孩纷纷大叫起来 闻闻你的手 闻闻你的手 莱拉闻了 但她甚至还没闻 就知道她刚才为什么说 不会拿它来射在她的头发上了 她发出一声尖叫 听到她的尖叫 那些男孩起哄得更加厉害了 莱拉转过身 哭喊着跑回家 她在井里积了一些水 走进浴室 把水倒进一个盆子 脱掉身上的衣服 她用香皂洗头发 手指疯狂地抓着头皮 乌乌叶叶地哭起来 恶心不已 她往头上浇了一勺清水 用香皂洗起头发来 有好几次 她差点就呕吐出来了 她不停地哭 不停地颤抖 用一块沾满香皂泡沫的毛巾 一次又一次地擦自己的脸庞和脖子 直到它们变得通红 她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裤子 换的时候 她心想 要是她里科和她在一起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当然 妈妈本该去接她的 如果她去了 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 有时候 莱拉想不明白 妈妈干嘛要把她生下来 现在她认为 如果人们的爱权 都给了他们已经生下来的孩子 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生其他的了 太不公平了 她心中生起一阵怒火 莱拉走进自己的房间 躺倒在床上 稍微平息之后 她沿着走廊 来到妈妈的房间门口 敲敲门 早些年 莱拉常常在这个门口 一坐几个钟头 她会轻轻敲门 像一个试图解开魔咒的魔法师 一次又一次地低声叫着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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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妈妈从来不会打开这扇门 这回 她也没有把门打开 莱拉转动门把手 走了进去 妈妈也有心情好的日子 她双眼发亮 轻松愉快地起床 她那低垂的下唇 向上弯成一个微笑 她洗澡 她穿上干净的衣服 涂上睫毛膏 她让莱拉替她梳头 莱拉很喜欢这么做 把耳环穿进她的耳洞 她们一起去曼黛衣 市场购物 莱拉和她一起玩 毒蛇爬梯子的游戏 她们吃着 从大块的黑色巧克力 削下来的爆花 这是少数 她们两人都喜欢的东西之一 妈妈心情好的日子里 最让莱拉高兴的是 爸爸回家的时刻 她和妈妈会从游戏板上抬起头 朝她咧嘴而笑 露出坠满黑巧克力的牙齿 每当这个时候 房间就会飘过一阵愉快的气氛 莱拉便能体会到 一丝令她终生难忘的柔情 从前 当这座房子还很拥挤 充满喧闹和欢乐的时候 围绕着她父母的 该是怎样的温柔和浪漫啊 在她心情好的日子 妈妈有时候会烘焙一些点心 邀请住在附近的妇女 过来喝茶和吃饼干 当妈妈给桌子摆上茶杯 纸巾和盘子的时候 莱拉会帮忙把一些碗擦干净 然后当这些女人七嘴八舌的说话 公为妈妈做的点心很好吃时 莱拉会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下 试图也插上几句 不过她的话向来不多 莱拉喜欢坐下听她们聊天 因为在这些场合 人们把她当成西式珍宝 她还可以听到妈妈充满感情地说起爸爸 她原来是个低流的老师 妈妈说受到学生的爱戴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不像别的教师 从来不用戒指打他们 他们敬重她 你们知道吗 是因为她也尊重他们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妈妈喜欢说起他们之间的情史 那时我十六岁 她十九岁 我们两家人在潘杰西尔住戈壁 哎 是我看上她的 我常常爬上我们两家中间的堵墙 我们在她父亲的果园里面玩 哈吉姆总是害怕我们会被人撞见 也害怕我父亲会打她耳光 你父亲会扇我一个耳光的 她总是这么说 早在当时 她就是这么谨慎 这么认真 然后有一天 我对她说 表哥 你打算怎么办啊 你来我们家提亲 还是打算让我向你求婚啊 我就是这么说的 可惜你们看不到她的表情 妈妈会和其他女人 还有莱拉 一起鼓掌 一起哈哈大笑 听着妈妈说起这些故事 莱拉知道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妈妈总是这样谈起爸爸的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她的父母还没有分房睡 莱拉心想 要是在那些时候 她已经这么大就好了 妈妈的定亲故事 总是不可避免地转向相亲的话题 等到阿富汗摆脱苏联的魔掌 那些男孩回到故里 他们将会需要新娘 所以这些女人把邻居的女孩 一个一个列出来 看他们配不配 艾哈迈德和努尔 当他们说起莱拉的两个哥哥时 她总是觉得无从插话 好像这些女人在谈论的 是一部只有她没看过的精彩电影 那年 艾哈迈德和努尔离开喀布尔 前往北方的潘杰西尔 投到艾哈迈德 杀马苏德将军麾下 参加圣战 当时她才两岁 关于他们的一切 莱拉几乎全都忘记了 艾哈迈德脖子上 悬挂着一条安拉链子 努尔的一只耳朵上面 有一小撮黑色的毛发 她只记得这些 阿兹塔怎么样 她父亲坐地毯的那个呀 妈妈洋装运露 轻轻拍打她的脸庞 她的胡子比哈基姆还浓 有一个叫阿纳西塔 我们听说 她在萨格胡纳中学的班级 名列前茅 你们见过那个女孩的牙齿吗 跟墓碑一样 她嘴巴里藏着一个坟场呢 瓦西迪家的姐妹怎么样 那两个侏儒啊 不行 不行 哎呀 不行啦 配不上我的儿子 配不上我的国王 他们应该找更好的姑娘 他们聊啊聊 莱拉的心飘飘荡荡 和往常一样 结局又记在塔利克身上 妈妈已经拉起了黄色的窗帘 黑暗之中 房间里散发出好几种味道 睡眠的气息 味清洗的亚麻布的味道 汗酸味 脏袜子的臭味 香水的芬芳 昨晚吃剩的饭菜的嗖味 莱拉站稳了 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 这才穿过房间 就算这样 她的双脚 还是老被一些丢在地板上的衣物半道 莱拉把窗帘拉开 床尾摆着一张旧的金属遮叠椅 莱拉坐在椅子上 望着那一堆纹丝不动的 盖着毛毯的东西 她母亲就在毛毯下面 妈妈房间的墙壁上 挂满了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 不管莱拉看向哪个方位 总有两个陌生人朝她微笑 有一张是努尔 踩着三轮车的照片 在另外一张照片里 艾哈迈德正在祷告 身旁摆着一个她十二岁那年 爸爸和她一起坐的日轨 还有一张照片 他们两个 她的哥哥们 在院子里 一棵古老的梨树下面 背靠背坐着 在妈妈的床底 莱拉看到艾哈迈德的鞋盒 伸出来一脚 妈妈一次又一次地 给她看鞋盒里面 那张皱巴巴的简报 还有几本艾哈迈德 设法从那些总部 设在巴基斯坦的 起义团体和抵抗组织 搜集来的宣传小册子 莱拉记得在一张照片中 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 正在把一根棒棒糖 递给一个没有双腿的小男孩 照片下面的标题是 苏联地雷战故意残害儿童 那篇报道说 苏联人还喜欢将炸药 藏在颜色鲜艳的玩具里面 如果孩子捡起这样的玩具 他就会爆炸 炸掉小孩的手指 或者一整只手 这样一来 这个孩子的父亲 就没办法投身圣战了 他只得留在家里 照顾他的孩子 在艾哈迈德的盒子里面 另外一篇文章中 有个参加圣战的年轻人说 苏联人在他家所在的村落 投放了毒气氮 灼 灼伤当地人的皮肤 使他们变成瞎子 他说 他看到他的母亲和妹妹 向溪流跑去 边跑边咳出血来 妈妈 那堆东西轻轻一动 他发出一声呻吟 起床了 妈妈 三点了 又是一声呻吟 一只手向潜水艇的潜望镜 露出水面那样伸出来 然后又放下去 此时 这堆东西的蠕动更加明显了 毛毯一层一层被揭开 发出沙沙的响声 慢慢地 妈妈一段一段地出现了 先是凌乱的头发 然后是扭曲着的白皙脸庞 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 一只手向床头板摸去 他哼哼唧唧地起了身 盖着的几张毛毯 从他身上滑落 妈妈费力地抬起头 害怕光线似地畏缩着 脑袋低垂在胸前 你上学怎么样 他咕弄说 就这样开始了 敷衍色泽地问 漫不经心地答 两人都在假装着 他们两个 这对并不热心的舞伴 在厌倦地 跳着这陈旧的舞步 上学很好 莱拉说 学到什么了吗 跟平常一样 吃东西了吗 吃了 很好 妈妈再次抬起头 望着窗户 她双眉一簇 眨巴着眼睛 她右边的脸庞是红色的 这一边的头发 都被压平了 我头疼 要我给你拿几颗阿斯匹林吗 妈妈揉了揉太阳穴 等一会再说 你父亲回家了吗 才三点呢 哦 对 你刚才说过了 妈妈打了个哈欠 刚才我做了个梦 她说 她的声音比她的睡衣摩擦 毛毯的沙沙响 稍微大一点 就在刚才 你进来之前 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梦到些什么了 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妈妈 真奇怪 我想跟你说 就在你做梦的时候 有个男孩用水枪 把尿液射在我的头发上 射了什么 那是什么 我没听清 尿啊 这 这太可怕了 天哪 对不起 可怜的孩子 明天早上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她算账 或许找她母亲 对 那样会好一点 我觉得 我还没跟你说 那人是谁呢 啊 好吧 是谁 用不着费心了 你生气了 你说好去接我的 我说了 妈妈的话 耿在喉头 莱拉分不清 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句 妈妈开始揪她自己的头发 这是莱拉百思 不得其解的谜团之一 妈妈不停地揪头发 怎么不见她的脑袋 变得像鸡蛋一样 光秃秃呢 你那个朋友 她叫什么名字 塔里克 对了 她怎么样 她走了一个星期了 哦 妈妈假模假样地叹了一口气 你洗过了吗 洗过了 那你现在身上干净了 妈妈又向窗口望去 你干净了 那就没事了 莱拉站起来 我去做作业 好啊 好啊 走之前 把窗帘拉上吧 亲爱的孩子 妈妈说 她的声音渐渐变弱 她已经开始钻到毛毯下面去了 莱拉走过去拉窗帘时 看到街道上驶过一辆轿车 车尾卷起一阵烟尘 那辆悬挂着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终于开走了 她盯着那辆车 后面的车窗反射出阳光 接着她转了一个弯 消失了 明天我不会忘记的 妈妈在她身后说 我向你保证 你昨天也是这么说 你不知道的 莱拉 知道什么 莱拉转过身 脸朝着她母亲 我不知道什么 妈妈把手抬到胸前 拍拍那 这里面 这里面的东西 接着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 你就是不知道 第十八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 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 然后 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 莱拉修补了那扇 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沙门 她搬下爸爸的书籍 担去上面的灰尘 按字幕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 她和哈希娜 集体 还有集体的母亲 尼拉去小鸡街道 尼拉是个裁缝 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 一起干活 就在那个星期 莱拉开始相信 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 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她将不会回来 她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 他们说去加兹泥 原来是在耍花样 这是大人精心设计好的 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地死去活来 她又踩到地雷了 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 当时她才五岁 她父母上一次带她去加兹泥也是在那一年 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 那次她很走运 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 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 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 一个介于尖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 从她嘴唇里跑出来 她匆忙从床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 但她没有亮起来 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 咒骂那该死的电池 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 她回来了 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她坐在床檐晕晕乎乎的 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 十明十灭 第二天 在去塔利克家的路上 莱拉看见卡迪姆和她的一群狐朋狗友 在街道对面 卡迪姆蹲在地上 用一根棍子 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 当看到她的时候 她丢掉棍子 晃动她的手指 她说了几句话 引来一阵笑声 莱拉锤下头 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 塔利克开门时 她脱口而出 这时她才想起来 她的叔叔是理发师 塔利克用手摸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 笑了起来 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摸看吗 她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她那扎手的粗硬发差 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 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腊力 但塔利克和他们不一样 塔利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 而且头上没有腊力 她抬起头 莱拉看到她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 来呀 进来呀 她领着她 沿着走廊 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 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 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 沙发上的补丁 还有塔利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 她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 她那些插在线团上的针 那些就砸至 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呀 她母亲在厨房问 莱拉 她说 她给他拉过一张椅子 客厅光鲜明亮 有两个开箱院子的窗户 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 塔利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胡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 她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 一边大声说 她是个木匠 身材奇长 头发花白 年纪六十出头 她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 双眼眯斜 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 她张开双臂 莱拉扑进她怀里 闻到一股熟悉的巨蟹芬芳 她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 她就不来我们家了 塔利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 说了一句 她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 一把大勺子 还有四个小碗 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 别跟这个老头叫针啊 她双手捧起来拉得脸蛋 亲爱的 看到你真好 来来 坐下 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 桌子很大 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 没有刷上油漆 塔利克的父亲坐的这张桌子 那些椅子也是他坐的 他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 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 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利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 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 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 莱拉一边对塔利克的父亲说 一边把条羹放进他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 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 是啊 不过他现在好了 感谢真主 心脏病发作 第二次了 塔利克的母亲说 责备地盯了他丈夫一眼 塔利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 朝来拉闸眨眼 莱拉又一次发现 塔利克双亲的年纪 其实足够当他的爷爷奶奶了 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 塔利克的母亲看着他的碗 问道 你父亲怎么样 亲爱的 自从莱拉认识他的时候起 塔利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 随着年月的流逝 他已经变成暗紫色的了 今天他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 莱拉能够看到他两鬓苍苍的白发 有些时候 假发戴得很高 露出整个额头 但在莱拉看来 塔利克的母亲戴着假发时 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 莱拉所看到的 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 一双聪明的眼睛 还有那令人愉快的 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 莱拉说当然还在赛罗上班 他挺好的 你母亲哪 他呀 还是老样子 心情是好时坏 倒也是 塔利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 把他的条羹放进碗里 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 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 塔利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 他母亲说 我做了肉汤 不 不打扰你们了 不会吧 塔利克的母亲说 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 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 那我留下 莱拉红着脸说 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 莱拉喜欢在塔利克家吃饭的程度 就跟他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 在塔利克家 没有人会单独吃饭 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 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蓝色塑料杯 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飘着几片柠檬 他们每次吃饭 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奶 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 甚至在酸奶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 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 他们总是会谈谈心 虽然塔利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 但莱拉在场的时候 为了照顾他 他们用法尔西语交谈 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 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 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 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 还有普什图人 阿富汗的主要民族 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 爸爸曾经说 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250年 莱拉 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9个月 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就是了 你呢 莱拉问 你觉得低人一等吗 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脚擦了擦眼镜 对我来说 这些都是无疾之谈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疾之谈 所有这些诸如 我是塔吉克人 你是普什图人 他是哈扎拉人 他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 我们都是阿富汗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 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 肯定的 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 但在塔利克家里 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 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莱拉觉得他和塔利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 那么毫不费劲 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 而且跟他自己的家不同 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物和争执的影响 莱打牌怎么样 塔利克说 好啊 你们去楼上 他母亲说 称乖的挥手扇了扇他丈夫吐出来的烟雾 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利克的房间中央轮流出牌 玩起攀击爬 塔利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 跟他说起这次的旅途 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 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利克做作业的地方 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 相互化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 如果外面下起雨来 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 喝着温暖的 冒着泡沫的城尾分打汽水 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了 我有一条谜语 莱拉洗着牌说 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 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 他立刻把自己撑起来 那条夹腿甩向一旁 他身子一缩 侧过身躺着 用手肘支撑着自己 给我那个枕头 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 好了 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利克第一次 让他看他的断腿的情景 当时他六岁 他伸出一根手指 取出他左边膝盖下面 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 他的手指头摸到一些小小的硬块 他立刻说 它们都是些骨刺 人们在截肢之后 有时候会长骨刺 他问他 这条断腿痛不痛 他说 他本来和甲肢结合得很好 但如果他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 和甲肢结合不好 就会变得酸痛 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 有时候他会磨破 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到时我就会发疲疹 和其水泡 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 可以治这些 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况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 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 你自己要看的 你这个爱哭的小孩 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 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 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呀 谜底是邮票 吃过午饭后 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 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呀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真的吗 那你说 下象棋的时候 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两人都知道 这句话不是真的 谁数学考不好呀 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 干嘛还老要来找我 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 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了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 好了 闭嘴啦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 去呀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 然后他立刻转过脸来 半是怪笑 半是讨厌地坐着鬼脸 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 他 哈希娜和吉提相互之间 该把这三个字 说了多少遍 他们只要两三天 没有见到对方 就会说出这句话 说的时候毫不犹豫 我想你 哈希娜 啊 我也想你 从塔利克的鬼脸中 莱拉知道 男孩在这一点上 和女孩不一样 他们不会表达有意 他们觉得 没有欲望 也没有必要 说出诸如此类的话 在莱拉的想象中 她两个哥哥 也是这样的 莱拉终于明白了 男孩对待友谊 就像他们对待太阳一样 她的存在毋庸置疑 她的光芒 最好是用来享受 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骚扰你一下 她说 她瞪了她一眼 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 她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她认为 也许是她脸颊上 太阳晒出来的有黑 暂时变身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她的 实际上 她早就知道 说给她听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有人会受伤的 因为塔利克 肯定会追究到底 但后来 当他们走上街头 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 她又见到卡迪姆 靠在墙壁上 她身旁围满了狐朋狗友 他们纷纷翘起大拇指 称赞她的腰带 她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 她告诉塔利克了 她还来不及细想 故事已经一股脑 从她嘴里说出来 她做了什么 她又跟她说了一次 她指着卡迪姆 她 这个人 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塔利克牙齿一咬 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 来拉没听明白的话 你在这里等我 她说 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 别 塔利克 她已经想接到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她 她的笑容消失了 不再靠着墙壁 站直了身子 她双手从腰带上抽出来 站得更鼻挺了 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 其他人纷纷顺着她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 如果他们去欧她怎么办 他们有几个人呢 十个 十一个 十二个 如果她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利克在卡迪姆 和她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 她站在那沉思了一会 莱拉想 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 当她弯下腰的时候 莱拉想象 她会假装携带松开了 走回她身边 接着她的手动了起来 她明白了 等到塔利克挺起腰 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 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 她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 一边责骂着她 接下来那条腿 扛在她的肩膀上 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 他们在塔利克和卡迪姆之间 倾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 拳打脚踢 呼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 跟多数夜晚一样 莱拉在桌子上 摆了两个人的晚饭 妈妈说她不饿 在她觉得饿的夜晚 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 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 到自己的房间去 每当莱拉和爸爸 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 她通常已经睡着了 或者清醒地躺在床上 爸爸从浴室走出来 她的头发 回家时 头发上有很多灰尘 洗得干干净净 向后抒起 我们有什么吃的 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 她说 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 叠了起来 那么 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 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 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 好的 每天晚上 吃过晚饭之后 爸爸会知道莱拉解答题目 也给她布置一些 她自己安排的作业 这只是为了让莱拉 比他们班的同学 多学一点东西 而不是由于 她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 尽管那只是一些 洗脑式的教育 实际上 在爸爸看来 阿富汗的共产党人 有一件事做对了 那就是他们班的教育 而讽刺的是 她正是从这个职业中 被他们开除掉的 更为确切地说 爸爸认为 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 这个政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 爸爸说 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 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 都是女生了 她们学习法律 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 女人的日子 总是过得很辛苦 来啦 但现在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她们也许更自由了 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 爸爸说 说的时候 总是压低嗓音 她知道 就算对共产党 做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 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 但这是真的 爸爸说 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 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 来啦 当然了 妇女的自由 说到这儿 她悲伤得摇摇头 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 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她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 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由和进步的地方 在喀布尔这里 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 当中小学校长 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 不 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 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 毗邻巴基斯坦国街的普什图人居居地 那些地方的街道上 很少能看到妇女 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 有男人陪同 在她指的那些地区 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 这些人反抗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信条 解放妇女 废除强迫婚姻 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 提高到16岁 爸爸说 政府 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 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 上学接受教育 和男人一起工作 但那儿的男人认为 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 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他会叹气说 来啦 我的孩子 阿富汗人唯一不能打败的敌人 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 拿面包去蘸的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 开始学习分数之前 把他理科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 但他没有机会说出来 因为就在那时 有人在敲门 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 第19章 莱拉把门打开 那人说 我想见见你的父母 亲爱的小姑娘 他是个结实的男人 一张瘦削的脸看上去饱经沧桑 他穿着土豆色的外套 头上戴着棕色的沾帽 我能跟他们说你是谁吗 然后爸爸的手出现在莱拉肩膀上 轻轻地把他从门口往里拉 你到楼上去吧 莱拉 快去 他爬上楼梯的时候 听到客人对爸爸说 他有一条潘杰西尔传来的消息 这时妈妈也在客厅里面了 他一只手掩住嘴巴 眼睛来回看着爸爸和那个戴毡帽的男人 莱拉从楼梯上方向下偷看 他见到那个陌生人和他父母一起坐下 他的身体倾向他们 说了几句莱拉听不见的话 然后爸爸脸色灰白 越来越白 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 而妈妈则哭喊起来 不停地哭喊 拉扯着自己的头发 第二天是出病的日子 一群邻居的女人突然来到家里 承担起准备葬礼之后那顿晚餐的任务 妈妈整个早上一直坐在沙发上 手中抓着手帕 脸庞都哭肿了 两个不停抽鼻子的女人在照料她 他们轮流轻轻地拍拍妈妈的手 仿佛她是全世界最为珍惜最为脆弱的羊娃娃 妈妈好像没有察觉到她们的存在 莱拉在她母亲前面跪下握住她的双手 妈妈 妈妈恍惚地向下看 她眨眨眼 我们会照顾她的 亲爱的莱拉 这两个女人中有一个以自负的口气说 莱拉曾在她去过的几个葬礼上 见识到这样的女人 这些女人喜欢应付一切跟死亡有关的事情 她们的爱好就是劝慰死者的亲属 绝不会让人侵犯她们这点自我指派的职责 我们应付得来 你忙去吧 姑娘 做点别的事情 别离你的母亲 被支开的莱拉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她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 她在厨房瞎混了一阵子 哈希娜乖乖地跟着她的母亲来了 集体和她母亲也来了 看到莱拉的时候 集体匆匆跑过来 用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抱住她 久久地抱着 莱拉没想到她能够抱得这么紧 当她松开手时 眼里充满了盈盈欲滴的泪水 我很难过 莱拉 她说 莱拉 感谢她 这三个女孩走出屋外 坐在院子里 直到有个女人安排她们去洗玻璃杯 还有把餐盘叠在桌子上 爸爸也是茫然地在这座屋子走进走出 好像是在找一些可做的事情 别让她靠近我 一整个早上 妈妈就说了这句话 爸爸最后独自坐在走廊的一张折叠椅上 看上去凄凉而渺小 然后有个女人说她挡到路了 她连忙道歉 回到她的书房去 那天下午 男人们都到爸爸在卡德查驱租来办出别仪式的礼堂去了 女人们则到莱拉家里来 根据传统 死者的家属应该坐在客厅门口 莱拉和妈妈坐在那个地方 前来致癌的人在门口脱了鞋 一边走进客厅 一边和熟人点头打招呼 在盐墙边摆放的折叠椅上坐下 莱拉看到瓦吉玛 那个在她出事时给妈妈接生的老婆婆 她还看见塔里克的母亲 在假发上披了一条黑色的围巾 她朝来拉点点头 嘴唇紧闭 慢慢地露出悲伤的微笑 录音机传出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 朗诵古兰经经文的声音 每当她念满一段经文 那些女人有的叹气 有的挪动身体 有的啜气 也有人捂着嘴巴咳嗽 窃窃私语 时不时还有人发出一声戏剧性的 一点也不悲哀的好哭 拉西德的妻子 玛丽雅姆走了进来 她戴着黑色的头巾 额头上有几柳头发 从头巾之下垂下来 她在莱拉对面的墙边 找了个位子坐下 妈妈在莱拉身边 不停地前后摇晃着身体 莱拉把妈妈的手 拉到自己的膝盖上 用双手捧住她 但妈妈好像没有注意到 你想喝点水吗 妈妈 莱拉在她耳边说 你渴吗 但妈妈什么都没说 她只顾来回摇晃着身体 冷漠无神的双眼盯着地毯看 莱拉坐在妈妈身边 不停地看看周围 又把眼光垂下 满屋子都是哀伤的表情 莱拉总算明白 她家里遭遇的这场灾难 有多么深重 各种可能性消失了 各种希望破灭了 可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很久 莱拉很难感受 很难真的感受到妈妈的痛苦 莱拉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活着 所以也很难因为他们的去世 而感到悲伤和哀悼 对他来说 艾哈迈德和努尔 一直以来就像是传说 就像是预言故事中的人物 历史书中的国王 塔里克才是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 塔里克教他用普世图花骂人 他喜欢吃盐子的木须叶 他吃东西的时候会皱眉 慢慢地发出深吟声 他左边的锁骨下方 有一块淡红色的胎迹 形状像一把道方的曼陀林 所以他坐在妈妈身旁 尽他的责任去挨到 艾哈迈德和努尔 但是在莱拉心中 他真正的兄弟还活得好好的 第二十章 将会折磨妈妈余生的病痛出现了 胸痛 头痛 关节痛 夜间倒汗 双耳臂痛 还有别的人摸不到的肿块 爸爸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做了血检和尿检 给妈妈的身体照了X光 但没有找到什么身体上的疾病 多数日子里 妈妈躺在床上 她穿黑色的衣服 她就自己的头发 掐她的嘴唇下面那颗痣 妈妈醒着的时候 莱拉会发现她跌跌撞撞地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每次到了最后 她总会走进莱拉的房间 好像只要在那两个男孩睡过 玩过 用枕头打过架的房间里 不停地走啊走 她便迟早有一天 能够找到他们 但他们已经人去楼空 她所遇到的只有莱拉 莱拉相信 在妈妈眼里 她跟两个哥哥一样 也是不存在的人 妈妈唯一没有忘记的任务 是每日五次的礼拜 每次礼拜结束的时候 她总是低垂着脑袋 双手抬到面前 掌心向上 低声祈祷 真主保佑圣战组织取得胜利 莱拉只得肩负起 越来越多的家务活 如果她不清理房间 那么她很快就会发现 家里到处都是衣服 鞋子 打开的米袋 大豆罐子和污秽的盘碗 莱拉给妈妈洗裙子 给她换备套 她哄妈妈起床洗澡吃饭 给爸爸运衬衣 叠裤子的也是她 慢慢的 她还负责做饭 有时候 做玩家务活之后 莱拉会爬上妈妈的床 在她身边躺下 她会伸手抱住妈妈 手指扣着她的手指 把脸埋在她的头发之中 妈妈会惊醒 喃喃自语 她总是不可避免地说起 有关那两个男孩的故事 有一天 他们就这样躺着 妈妈说 艾哈迈德本来可以成为将领 她有这种魄力 年纪比她大三倍的人 也很敬重地听她说话 莱拉 那是能够料到的事情 还有努尔 嗯 我的乖努尔 她总是画下一些房子和桥梁 你知道吗 她本来可以成为建筑师的 她本来可以改变喀布尔的城市布局的 现在他们两个都殉难了 我的儿子们都殉难了 莱拉躺在那静静倾听 希望妈妈会意识到她 莱拉还没有殉难 意识到她还活着 在这儿和她一起躺在床上 意识到她还有希望和未来 但莱拉知道 她的未来 根本无法和两个哥哥的过去相提并论 他们给她的生活投上了阴影 她至死也忘不了他们 他们的生活如今成了一个博物馆 妈妈是馆长 至于莱拉 莱拉只是一个访客 一个用来盛放他们的故事的容器 一张妈妈用来写下他们的传说的羊皮纸 那个送信来的人说 当人们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回营地的时候 埃哈迈德 沙阿 马苏德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葬礼 他在墓地为他们念了经文 你的两个哥哥就是这样勇敢的年轻人 莱拉连马苏德将军 潘杰西尔的雄狮 愿真主保佑他都亲自主持他们的葬礼 妈妈翻过身 仰面躺着 莱拉挪了挪位子 把头靠在妈妈胸膛上 有时候 妈妈嗓音嘶哑地说 我听见走廊的时钟滴答 滴答响 然后我就会想到还有这么多秒钟 这么多分钟 这么多日子 这么多个星期 这么多个月 这么多年在等着我 而且所有这些时间里面都不会有他们 我一想到这个就喘不过气来 莱拉 好像有人在践踏我的心脏 我变得这么虚弱 虚弱的我只想随便找个地方倒下 我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 莱拉说 她是真心的 但这句话听起来很空泛 虚情假意的 就像是陌生人说出来的安慰 你是乖女儿 妈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妈妈对不起你 别这么说 哎 真的是这样 我知道的 我很抱歉 乖女儿 妈妈 嗯 莱拉坐起来 朝下看着妈妈 现在妈妈的头发出现极柳灰白了 莱拉猛然发觉 本来一只很丰满的妈妈已经瘦掉了很多 她穿的上衣变得松松垮垮 领口和脖子之间出现了一道很大的空间 莱拉不止一次地看见 结婚戒指从妈妈的手指上脱落 我想问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 你不会莱拉开口了 她跟哈希娜提起过这件事 在哈希娜的建议下 他们两个把一瓶阿斯匹林倒进了下水道 把菜刀和用来烤肉的煎铁条 藏在沙发下面的地毯之下 哈希娜在院子里找到过一根绳子 当爸爸找不到她的刮胡刀时 莱拉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心 她摊坐在沙发边缘 双手插在膝盖之间 莱拉希望从她那儿得到宽慰 但爸爸只是无奈而空洞地看了她一眼 你不会 妈妈 我担心 我们得知消息那天晚上我就想到了 妈妈说 我不想骗你 自那之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但我不会自杀的 别担心 莱拉 我想看到我的儿子梦想成真 我想看到苏联人灰溜溜地滚回家 圣战组织胜利地走进喀布尔的那一天 当阿富汗解放的时候 我要亲眼看到 这样那两个孩子也就看到了 他们会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 妈妈很快睡着了 留下莱拉和自己的心情搏斗 她既为妈妈决定活下去而感到宽慰 又为妈妈活下去 竟然不是因为她而心疼 她将永远不会在妈妈的心灵 留下两个哥哥已经给她落上的印记 因为妈妈的心像一片惨白灰暗的海滩 背上的波浪扑上来 摔得粉碎 扑上来 摔得粉碎 永远地将莱拉的脚印冲得不见痕迹 第二是一掌 司机将出租车停在路边 好让一大队苏联吉普和装甲车通过 坐在前排的塔里克 向司机那边靠过去 趴在他身上 用俄语大声喊道 请啊 请啊 有一辆吉普亲响了喇叭 塔里克抱一声口哨 荣光焕发的他高兴地挥舞手臂 多漂亮的枪啊 他高声说 多么棒的吉普啊 多么了不起的军队啊 可惜你们连一群 拿着弹弓的农民都打不过 车队已经过去 汽车猛地向前一冲 重新上路了 还有多远 莱拉问 顶多一个小时 司机说 如果没有更多的车队和关卡的话 他们 莱拉 爸爸和塔里克在这一天外出旅游 哈西娜本来也想去 求了他父亲 但他不肯答应 是爸爸提议出来玩的 尽管他薪水微薄 出来玩又需要很多钱 但他还是在这一天请了个司机 至于他们要去哪里 他半点都没跟莱拉透露 只说要去的那个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那天早上 他们五点就出发了 莱拉坐在窗边 看着车外的景色 从风顶覆盖着白雪的山脉 变成沙漠 峡谷 再变成被太阳烤得干裂的 盘踞在地面上的大岩石 一路上 他们经过一些 用茅草搭成屋顶的泥屋 和散落着一捆捆小麦的田地 莱拉时不时还能见到 游牧部落的黑色帐篷 安扎在尘土飞扬的泥地上 更为常见的是 被烧毁的苏联坦克 和坠毁的直升飞机的残骸 他心里想 这就是艾哈迈德和努尔的阿富汗了 原来真的发生过一场战争 就在这儿 在这些乡下地方 喀布尔没有战争 喀布尔大体上平安无事 在喀布尔 如果不是那些时不时爆发的枪声 如果不是人行道上 总是有苏联的士兵在西安 街道上总是能见到苏联的吉普 摇摇晃晃的前进 战争可能也只是一段传闻而已 他们又通过两个关卡 来到一座峡谷 这时早晨已经过半 爸爸让莱拉从座位上趴过来 指着远处极度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红砖墙 那个叫红城 原来是一座堡垒 九百年前 人们盖了他用来保护峡谷免遭外来的侵略 十三世纪的时候 成吉思汉的孙子向他发起进攻 但他阵亡了 然后成吉思汉亲自出马 把他给毁了 两位小朋友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了 络绎不绝的侵略者 死机把燕灰弹出窗外 说马其顿人 萨珊人 阿拉伯人 蒙古人 现在是苏联人 不过我们就像那边耸立的城墙 伤痕累累 看上去一点都不漂亮 但依然屹立着 我说的没错吧 老兄 确实没错 爸爸说 半个小时后 司机让车停了下来 走吧 你们两个爸爸说到外面来看看 他们下了车 爸爸指着远处在那边 快看 塔里克张大了嘴巴 萨拉也一样 当时他觉得自己 就算再活一百岁 也不可能再看到这么壮观的东西了 他见过这两尊大佛的照片 但他们极其庞大 高高怂起 规模之宏伟 远远超出他先前的想象 大佛是在一片被阳光晒的发白的石壁上 被开凿出来的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 萨拉想象将近两千年之前 他们也是这样 俯视着路过这座峡谷的丝绸之路上的商旅 两尊大佛的两旁 峭壁上还有无数个洞穴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塔里克说 你们想爬上去吗 爸爸说 爬上那两尊佛像 莱拉问 我们可以爬上去吗 爸爸笑了起来 伸出他的手 走吧 塔里克爬得很吃力 他只能一边扶着莱拉 一边扶着爸爸 三个人沿着蜿蜒而狭窄的昏暗楼梯 一点点向上爬 一路上 他们看到很多阴影冲冲的洞穴 还有像四面八方伸出的隧道 风潮似的分布在峭壁上 当心你们的脚下 爸爸说 他的声音产生了很大的回声 地面很崎岖 在有些地方 这条楼梯通向大佛藏身的洞穴 别往下看 孩子们 一直往前看就好了 向上爬的时候 爸爸告诉他们 巴米扬曾经是昌盛繁荣的佛教中心 后来在九世纪的时候 他落进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里 这儿的沙岩峭壁过去是很多和尚的家园 他们在峭壁上凿开洞穴 当成自己的住所 也供过往的乡客赞助 爸爸说 这些和尚在洞穴的墙壁和洞顶上 汇了很多美丽的话 有一段时间 他说 有五千个和尚在这些洞穴中隐居修行 他们登顶的时候 他里刻几乎喘不过气来 爸爸也在喘息 但他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们站在他的头顶 他边说 边用手帕擦额头 那边有一个神龛 我们可以站在那边瞭望 他们沿着那条崎岖的玄道走过去 并排站着 爸爸在中间 俯视着下方的峡谷 快看这个 来拉说 爸爸笑了起来 下方的巴米扬峡谷 遍布着涨失繁茂的农田 爸爸说 它们是绿色的冬小麦和紫花木树 也有一些是土豆 田地四周是高耸的白杨树 中间纵横交错的是溪流和沟渠 几个细小的女性身影 蹲在岸边洗衣服 爸爸指着一片水稻田 和几乎没有种植什么作物的山坡 已是入秋天气 来拉能够看见一些人 穿着颜色鲜艳的树腰外衣 站在泥砖屋的屋顶上亮晒谷物 通往城里的大路两旁也种着白杨树 路的两边有小店铺 茶馆和在路边给人剪头发的理发师 来拉的眼光越过小山村 越过河流和沟渠 看到一片低矮的褐色土丘 光秃秃的 而在这片土丘之外 在阿富汗的一切之外 是白雪覆顶的杏都库氏山脉 所有这一切上方 是一壁如洗 万里无云的天空 真安静 来拉吸着气说 她看得见细小的绵羊和马匹 但听不到她们的咩咩声和呛呛声 在我的记忆中 这里一直是这样的 爸爸说 寂静 香河 我希望你们来感受一下 但我也希望你们来看看祖国的遗产 孩子们来了解它丰富的过去 你们知道的 有些东西我可以教你们 有些东西你们可以从书本上学到 但有些东西怎么说呢 得你们亲自去见识和体会 看 塔里克说 他们看见一只老鹰在村庄上空翱翔 你带妈妈来过这里吗 来拉问 哎 来过很多次 在你两个哥哥出生之前 后来也来过 你妈妈当时很喜欢外出探险 也很活泼 她以前简直是我 见过最活泼 最快乐的人 我告诉你 来拉 我跟她结婚 就是因为她笑口尝开 我被她的笑声掳惑了 毫无抵抗之理 来拉心中泛起一阵温情 从那时候起 她将会永远记得爸爸的这副样子 手肘放在岩石上 双手拖着下巴 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眼睛在阳光下密成一条缝 一望情深地回忆着妈妈 我想去看看那些洞穴 塔里克说 当心点 爸爸说 我会的 亲爱的叔叔 塔里克的声音回荡着 来拉看到下方远处有三个男人 在一头系在篱笆上的羹牛旁边聊天 他们身边的树已经开始换颜色了 树叶是褶色的 鲜黄色的 鲜红色的 你知道吗 我也想那两个男孩 爸爸说 她的眼睛泛起了泪花 她的下巴在颤抖 我也许 说到你妈妈 她的欢乐和悲伤都很极端 她掩饰不了 她向来是个真情流露的人 至于我 我像我不一样 我倾向于 但她也让我心碎 那两个男孩的死 我也怀念他们 我没有一天不 真难过 来啦 真的很难过 她用拇指和食指 捏了捏鼻梁 等到试图再次开口时 她已经气不成声 她咬紧嘴唇 等待着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她 但我还有你 这让我很高兴 每一天 我为了你而感谢真主 每一天 有时候 在你妈妈心情最糟糕的那些日子里 来啦 我觉得 你就是我的一切 来啦 将爸爸拉过来 靠在她的胸膛上 她好像有点吃惊 跟妈妈不同 她很少用肢体语言表达感情 她匆匆在她额头上印了一个吻 然后尴尬地把她推开 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 俯视着巴米扬峡谷 我虽然深爱这片土地 但我想 终究有一天 我会离开她的 爸爸说 去哪呢 哪都行 只要能够摆脱过去 我想最先考虑的是巴基斯坦 再过一年吧 也许两年 等我们的手续办好 然后呢 然后 嗯 外面的世界可大了 也许去美国吧 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 比如加利福尼亚 爸爸说 美国人是慷慨的民族 他们会用钱和食物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直到他们能够自立 我会找工作 干上几年 等存够钱了 我们就开一家阿富汗餐厅 不是什么高级餐厅 我跟你说 就是一个小地方 几张桌子 一些地毯 也许可以挂几幅 喀布尔的照片 我们将会让美国人 尝到阿富汗的美味 就凭你妈妈的手艺 我看他们排队 会排到马路上去 还有你 你当然要继续上学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让你得到良好的教育 绝对是我们的头等大师 先上高中 然后上大学 不过在你空闲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帮忙打打杂 写菜单了 给客人倒茶水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 爸爸说 他们的餐厅将会成办生日宴会 订婚仪式和新年聚会 它将会变成一个 供那些和他们一样 逃离战争的阿富汗人聚会的地方 每到深夜 当所有客人走了 做完清早工作之后 他们会坐在空桌子旁边喝茶 他们三个人 他们会很累 但为他们的好运气 而心怀感激 爸爸说完之后 他安静了下来 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 他们知道妈妈哪儿都不愿意去 当艾哈迈德和努尔还活着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阿富汗 如今他们殉难了 收拾戏软逃难 变成了更加糟糕的行为 那是背叛 是对他们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的否定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莱拉仿佛听到他在说 他们的死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嘛 表哥 唯一能让我觉得安危的是 我知道自己走在这片 他们为之抛头颅撒热血的土地上 不 你别想了 而他不走 爸爸也不会离开 这一点莱拉很清楚 即使妈妈现在既不像是她的母亲 也不像是她的妻子 为了妈妈 她会像她下班回家之后 摊开外套上的面粉一样 把自己的白日梦抛开 所以他们会留下来 他们会留下来 直到战争结束 而且不管战争结束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留下来 莱拉记得 妈妈有一次对爸爸说 说她嫁了一个没有信念的男人 妈妈不明白 她并不明白 其实她自己就是她生命中 最为坚定不一的信念 中午到了 他们吃了水煮蛋 土豆和面包 午饭后 他们来到一条水生缠缠的沟区旁边 他立刻在岸上的一棵树下面打盹 他把外套整整齐齐地叠成枕头 双手交叉在胸口 呼呼睡去 司机到村里去买杏仁 爸爸坐在一株粗壮的金河环树下面 看着一本瓶装书 莱拉知道那本书 他曾经读给他听 他讲的是一个叫圣迪亚哥的老人 抓住一条大鱼的故事 等到他安然返航时 他获得的那条大鱼 已经没什么剩下的了 鲨鱼已经把它撕成碎片 莱拉坐在小河边 双脚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 在他头顶 蚊子嗡嗡叫 三叶羊的花絮飘来飘去 一只蜻蜓在旁边飞舞 莱拉看见他的翅膀上 闪耀着太阳的光芒 嗡嗡地从一片草叶 飞向另一片草叶 蜻蜓的翅膀反射出 紫色 绿色 橙色的光线 小河彼岸 一群本地的哈扎拉南海 从地面上拾起晒干的小块牛粪 将牛粪丢进 寄在他们背上的粗马带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驴叫 发动机突突开动的声音 莱拉又想起了爸爸的小小梦想 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 在大佛上面 他有些话没跟爸爸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让他为他们走不成而高兴 他会怀念集体和他那张紧绷的 真诚的脸庞 是的 他也会想起哈西娜 怀念他那肆无忌惮的笑声 和到处寻人开心的作风 但是 最重要的是 莱拉非常清楚地记得 在塔里克离开他去加兹尼的 那四个星期中 他的日子变得多么难熬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 在没有他的日子里 时间过得有多么慢 他自己有多么心烦意乱 他如何能够忍受永远和他分离 在这个自己的哥哥 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的国家 也许像他这样 如此渴望和某个人相处 是毫无意义的 但莱拉总是忍不住想起 塔里克扛着他的家腿 向卡迪姆走去的画面 然后 世界上再也没有 能让他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六个月后 1988年4月 爸爸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回家 他们签署了协定 他说 在日内吧 官方签署的 他们要走了 再过九个月 阿富汗再也看不到苏联人了 妈妈在床上坐起来 他怂怂肩 可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还在 他说 那吉布拉是苏联的傀儡总统 他又不会倒台 不 战争将会继续 这不是战争的结束 那吉布拉的日子 不会长久的 爸爸说 他们要走了 妈妈 他们真的走了 你们两个如果想庆祝 就庆祝吧 但我的心将不会安宁 直到圣战组织 在喀布尔这里 举办胜利的游行 说完之后 他又躺下了 盖上了毛毯 第二十二章 1989年1月 那是1989年1月 再过三个月来拉 就满11岁了 这一天天气阴冷 他 他的父母和哈希纳 去看最后一批苏联军队 撤出这座城市 瓦兹尔 阿克巴 汉区附近的军营外面 那条通渠大道两旁 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 他们站在泥泞的鸡血中 观看一排有坦克 装甲车和吉普组成的车队 细小的雪花在移动的车前灯射出的灯光中飞扬 人们纷纷咒骂和嘲笑 阿富汗士兵将人们挡在马路两侧 他们时不时鸣枪以示警告 妈妈把一张爱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在头顶高高地举起 照片就是他们背靠背坐在梨树下面那一张 还有像他一样的女人 高高举起他们殉难的丈夫 儿子或兄弟的照片 有人拍了拍莱拉和哈希纳的肩膀 是塔里克 我想我最好还是为这个场合打扮一下 塔里克说 他戴着巨大的俄罗斯皮帽 戴着耳罩那种 他把耳罩拉下来了 我的样子怎么样 太搞笑了 来拉哈哈笑起来 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你爸妈没有穿得像你一样过来呀 实际上他们在家里呢 他说 前一个秋天 塔里克在加兹尼的叔叔死于心脏病发作 隔了几个星期 塔里克的父亲自己也得了心脏病 这让他变得心力焦脆 精神虚弱 他经常变得焦虑和压抑 坏心情每次总是持续好几个星期 莱拉很高兴看到塔里克现在这副样子 又像以前的他了 他父亲生病之后 莱拉看到他一连几个星期 整天无所事事 拉着一张闷闷不乐的脸 他们三个悄悄走开了 爸爸和妈妈还站在那看着苏联人 塔里克在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三盘撒着盐碎酱的煮大豆 他们在一家关门大吉的毛毯店的遮阳棚下面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 哈希娜找他的家人去了 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 塔里克和莱拉坐在他父母后面 妈妈的座位靠窗 他望着外面 紧紧地把照片贴在胸前 爸爸坐在他身边 漫不经心地听着一个男人瞎扯 他说苏联人虽然离开了 但他们将会出售武器给喀布尔的那吉布拉 他是他们的傀儡 他们会通过他继续发动战争 不信你就走着瞧 旁边有人附和他的说法 妈妈正在喃喃自语 一口气低声念出一长串经文 直到他再也喘不过气来 气若犹斯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那天晚些时候 他们去了电影院公园 来拉荷塔里克 买票看一部苏联电影 电影用法尔西语配了音 出乎意料的是 配音效果相当搞笑 电影中有艘商船 船上的大副和船长的女儿好上了 她的名字叫做阿里安娜 然后碰到了一场猛烈的风暴 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 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起伏颠簸 船上的水手机的抓狂 其中有一个大喊了一句话 有个冷静的离谱的阿富汉人的声音翻译说 我亲爱的先生 能劳驾您把那根绳子递给避人吗 听到这句话 他立刻爆发出一阵笑声 跟着 他们两个笑得前腐后腰 停不下来 好比有一个人打了个哈欠 另外一个人也会受到传染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笑着 前面两排有个人从座位上回头来 朝他们嘘了一声 临近距终时 电影里出现了婚礼的场面 船长回心转意了 让阿里安娜嫁给大富 这对新婚夫妻相视而笑 所有人都在喝着福特加 我永远不会结婚 他立刻低声说 我也不会 莱拉说 但他说出这句话之前 紧张地犹豫了好一阵 他害怕他的声音会出卖自己 让他立刻听出他对他所说的话 感到很失望 他的心砰砰地急跳着 他又加上一句 这次语气更加坚定 不会 办婚礼很傻 傻到家了 要花那么多钱呢 买什么 买一些你永远不会再穿的衣服 哈哈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结婚了 他立刻说 那么人们得在婚礼台上 留出三个人的空间 我 我的新娘 还有那个拿枪指住我的头的家伙 前排那个人又回过头来 称怪地看了他们一眼 荧幕上 阿里安娜和她的新婚丈夫在接吻 看到他们在接吻 莱拉马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 对一切都敏感起来 她十分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在砰砰跳 感觉到血往她的脑袋上冲 看到身边的塔里克那慢慢绷紧 变得越来越僵硬的身形 接吻的双方松开了 突然之间 莱拉手足无措 生怕自己会引起或者发出什么杂音 她察觉到她里克在观察着她 一只眼睛看着接吻 一只眼睛看着她 就跟她在观察着她一样 她想知道 她是不是在听着空气 从她鼻子吸进呼出的声音 是不是在等待她的呼吸 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 显示出她的慌乱 以便能够看穿她的想法 亲吻她会有什么感觉呢 她嘴巴上毛茸茸的胡子 扎着她自己的嘴唇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然后塔里克不安地 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 她生硬地说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西伯利亚醒鼻涕 那么她还没掉到地上 就变成冰柱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不过这次笑得很仓促 很紧张 电影结束之后 他们走到外面 看到天色已经变暗 来拉松利口 如果她们继续 就变成冰柱了